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想找一些平时调理的中药 食疗方法 调理方法千千万 但什么样的调理方法是合理的 是中医大家经常用的呢 这里给大家介绍一种东西 或许您已经在使用 或许您还没有使用过 都可以看一看 它就是单身 国医 每次三四课 因他从未发生中风 77岁的新晋国医大师吴秉才 平日就用单身来养血化瘀 防止心脑血管疾病 这样药材是吴秉才老师每日不可缺少的 这就是单身粉 吴老师指导具体做法是 取单身 研磨打粉 在冲水浮下 每次三到四克 每天一次 也因此至今从未发生中风 明医 睡前五片 活血化瘀六七年 无独有偶 国家级明中医 连建伟老师 也习惯用单身来养生 他的吃法更加简单 平时我会在零睡前吃五片单身片 这个习惯已经坚持了六七年 目的是活血化瘀 我不吃富方单身片 因为里面加了冰片等 吃了肠胃反而不舒服 医师 酱脂护腥 单扎茶 一般单身可以内服 煎汤 或者入碗 散 也可以外用熬膏涂 或煎水熏洗 特别推荐单扎茶作为日常保健所用 有活血 消脂的作用 适用于心脑血管疾病 高脂血症等 方法 准备山扎食客 单身食客 将上述药材一起放入瓦锅内 煮三十分钟左右 即可饮用 反复冲泡 单身 补血胜当归 调血比勺药 化瘀被穿穷 的确 单身的活血化瘀作用非常好 入药始建于神农本草经 被列为上品 单身一味 共同四物的说法 也是从古籍上而来 妇人明理论曾记载 以单身一物 而有四物之功 补血生血 功果归 地 调血连血 利堪少药 逐于生心 性被穿穷 妇人诛病 不论胎前产后皆可常用 可以看出单身对于血液方面的注意是很大的 有一味药叫妇方单身低丸 就是用来缓解冠心病症状的 估计很多人都不陌生 它就是主要利用单身既可活血又可凉血的功能 从而广泛运用于临床的代表性忠诚药 古籍中关于单身的记载很多 有千金义方中的五身丸 单身 人身 杀身 苦身 悬身组合 治疗人心经虚热恶 偶逆少食 一宗经鉴中的单身瘾 单身 檀香 杀人三味药 血瘀导致胃痛 心腹痛等等 单身胃苦 性微寒 归心 心包 肝精 有活血化瘀 通筋止痛 清心除烦 凉血消雍之功效 对具有潜在三高的人群 或心血管症状人群具有保健作用 是一种物美价廉 效果确切的重要材 选单身的时候 注意选表面呈暗棕红色或棕红色 粗糙 聚纵皱纹 皮部棕红色 目部灰黄色或紫褐色 导管束黄白色 呈凤射状排列的比较好 外表黄白的最好不要选 全能单身更护心 四个作用不可不知 一 防治心脑血管疾病 扩张作用强 单身有扩张血管 有以扩张冠状动脉作用强 抗血小板聚集 预防血栓形成 改善微循环 抗缺氧 改善心脑缺血性损伤等作用 可改善冠心病 脑梗死等心脑血管疾病的 发生发展过程 改善患者症状 防止病情进一步发展 单身具有调节血脂 抗动脉这样硬化的作用 能提高高密度脂蛋白含量 降低低密度脂蛋白 及肝油三脂等的含量 阻断动脉这样硬化的 发展过程 从而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 发病率 疾病死率 此外 单身的钙通道 阻止作用 还能有降压 对高血压具有一定的疗效 二 抗衰老 清除自由基 单身具有强抗氧化 清除自由基等作用 对延缓衰老大有弊益 单身有效成分 单身酮2A 单身素 维生素E等 均是有效的抗氧化剂 对作为衰老的活性物质 单氨氧化酶 有抑制作用 三 改善身体功能 单身还有调节免疫功能 提高机体耐缺氧能力的功用 日常使用能镇静催眠 保肾 保护胃黏膜 降血糖等 四 保肝抗肿瘤 单身能抗炎 抗肝细胞损伤 及促进肝细胞再生 对肝脏炎性反应 肝组织坏死 及纤维化等 起到有效的改善作用 因此对肝脏 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当然了 单身性寒 主要功效为活血化淤 因此也有一定的禁忌 湖南中医药大学 第二附属医院主任药师 王竹兴提醒大家 单身不宜与黎炉同时服用 另外 单身活血功效较强 妇女月经过多者 以及孕妇也不宜服 单身虽好 但不能与她们一起吃 一 牛奶和豆制品 单身中含有单身铜的成分 会与牛奶豆浆中的 钙镁等金属离子 发生反应 生成不容易水的物质 从而会造成人体 无法吸收情况 降低单身的效果 二 黎炉 中药十八反中就说到 单身不能与黎炉同用 单身与黎炉同时 可能会产生毒副作用 对人体不利 如果有其他的特殊情况 一定要遵专专业人员的指导 三 藏红花 单身和藏红花 都有活血化淤的作用 同时食用 会使活血作用过强 可能会诱发出血的情况 四 酸性食物 特别是醋 酸性食物大多性温 而单身性寒 这两种食物一起吃 会导致功能不合 降低单身的作用 五 抗凝药物 单身具有抗血小板聚集作用 是活血的 与阿斯匹林 华法林等抗凝药合用 可能会导致严重出血 服用单身 应当定期检查凝血功能 防止出血 在应用过程中要注意 如果皮肤出现青紫的出血点 或者淤血的情况 要及时到医院就诊 六 抗酸药物 如碳酸氢钠 胃书瓶 氧化美合剂 等这类药物中的金属离子 会与单身中的单身铜 产生落合效应 生成不容性物质 从而会降低单身的效果 七 雄性激素类药物 如钾铜 甲基钾丸素 丙酸钾丸素等等 单身与雄性激素同伏 会使雄性激素的作用降低 另外单身还不能与 阿托品 维生素C注射液 维生素B1 B6 维生素K 以及钙剂等同用 对于脾胃虚寒 和过敏体质的人群 不建议服用单身 不然可能会出现皮疹 头晕 恶心 呕吐等等 如果有这些症状 要立即停止服用单身 单身质地坚硬 很难泡出有效成分 所以建议最好是 煎煮后饮用 把单身用温水洗净 煎煮20分钟 这样可以促使 单身中的有效成分的溢出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可以分享给身边的人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顺